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在東橋裡所辦的一個親子教學的一個活動 那介紹蟋蟀 介紹蟋蟀 那我在現場拍的一個影片 那各位看一下蟋蟀的習性 影片當中看到會看到三個我的小粉絲 就是他們的 等一下會看到三位 這三位 一個月我拍照 等一下 等一下 看我會蟋蟀呀 等一下啦 你們兩個比個月 你們兩個比個月 好 等一下 台上講師認真的在講解 我跟蟋蟀大王在旁邊 要鬥著蟋蟀 看可不可以讓他們 產生要做生小孩的事情 那等一下我們看看這一對 目前我們的 看蟋蟀在這邊跑來跑去 再鬥來鬥去 結果呢 我們看一下 結果是沒有成功 好轉眼過來 好的 進入主題 讓各位看一下蟋蟀如何生小孩的方式 這個蟋蟀會在下面 蟋蟀會在上面 蟋蟀會在上面 然後蟋蟀會在飛行的時候交配 然後蟋蟀會把他的屁股插到蟋蟀的背上 然後蟋蟀蟀的抵他再去跌手 這就是蟋蟀蟀蟀 然後他們會一邊一邊一邊 一邊下降 一邊下降 他的蟋蟀會這樣 我們可以在蟋蟀蟀 那個輸軟板 好 如果像這蟋蟀蟀 這麼大隻蟋蟀蟀 這個是 哈哈 好的 終於成功了 這就是蟋蟀 他整個一個生小孩 要傳播接代的一個過程 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的影片記得關注給你們 我们下次影片见